我发现很多新手朋友开车回老家 都会依到咱们这种回头弯 弯度大也就算了 咱们的这个坡道还非常的陡 你稍稍不注意 我们的车头就会刮蹭到咱们的这个墙底 而且道路还比较窄 会车或者是开车 对新手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依到这样的 大以180度的回头弯时 我们如何开车才能避免刮蹭呢 今天车哥教给大家几个方法 希望对新手开车有一点点帮助 首先我们依到的是左转弯 左转弯我们就要加大左侧的车距 我们一般显摄 无论是宽路还是窄路 我建议都是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右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都是用我右侧的安全点 如果是乙刮器 我就用右侧的乙刮器 尽量的扫着前方的这个马路牙子走 然后看着我的A柱夹角 当我的A柱夹角和前方强体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再慢慢的打轮 让我们的这个用A柱夹角 一直扫着咱们前方的强体走 对不对 如果远离了 我们回一点方向板 往前一点开 是不是 这样我们转过来 让我们的这一个车头 一直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车距 咱们可以看一下车外视角 我们车外视角也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是用咱们的安全点扫着走 那么我们的这个车头车身 和咱们的这个道路两侧 都是一直保持在一个安全车距 那么如果是一到咱们的这样的右转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首先 明下喇叭 高速下方车辆 我们有车经过 这样我们才能操作 因为右转 你还是转小弯的话 咱们这种弯度 你就转不过 就比较危险 那么我们还是方法 这个时候 我们右转 要加大我们右侧的车距 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左边靠 是不是 如果是像咱们这种 有参靠线的 我们就扫着咱们这个参靠 照线走就行 是不是 还是一样的 尽量把车子往前开 开到我们的A柱夹脚和前方墙脚底部冲合 或者是让咱们的A柱夹脚扫着咱们前方道路走 这样转过来 我们的车头车身都不会刮身道 而且是在咱们这种回头弯 让我们的车辆一直都保持在一个安全车距的范围 咱们可以看一下车弯视角 车弯视角也是一样的 只要是按照咱们这个方法来操作 你再来开车或者是转弯的时候 那么相信我 我们的车一直是保持在一个安全车界 我这个希望新的朋友 以后在一到这样的急转弯的时候 也能一把轻松安全通过